好,我们刚介绍的EASY MODEL 在我们刚刚的例子里面呢,只有 4个字旋,所以 它的总数呢是2的 2的四次方,对不对 如果 我们考虑一个,比如说100个,比如说像这个图形里面 有10乘以10一个平方金格 上面总共有 10乘以10等于100个字旋 所以我的状态的总数呢,是2的100次方 对不对 任何一个字旋可以选择两个 可能性,正负1两个可能性 所以总共这个100个的 这个组合 组合的总数呢,可能就有 就有了2的100个 可能性,对不对 那2的100次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它几乎是 32位数,对不对 几乎是10的32次方,这么大的数 那这么大的数要做完这么多的计算,对现金的这个 电脑是没有办法做完的 所以 要 精确的把这样的 多的字旋的状态全部 产生 然后来 求和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个 Markov Chain的Monte Carlo的方法 下面我们就 再回到刚刚的一维的例子 我们来 考虑 怎么做 Markov Chain 好 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产生 啊 状态 那这些状态的 这个 总数呢 比如说我希望能够产生100万个状态 100万当然比10的32次方 少了许多对不对100万是10的6次方 所以我希望 用10的6次方的状态 来 取代这么多个状态的 计算 但是这个计算的结果可以给我一个 估计 整个问题的热力学性值能够从100万个计算里面就是 就能够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 好 那么 所以我的目的是要有一系列的方法 一系列的 操作程序 让我能够产生100万的状态 这100万的状态要根据波茲曼的分布来 来分布 就是要 每一个状态如果是S状态的话 这个状态的能量把它算出来 然后对于现在我在做模拟的时候要先给定一个温度 比如说温度 比如说是2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单位暂时就先不要管他 我们就是一个自然的单位 2代表一个特征的温度 对这个特征的温度2 这个呢我 把它 除上我们的这个 能量 之后 当然 精确讲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波茲曼因子 我们把这个也当做是1 那么 所以 整个就是这个因子 把这个因子冠上一个负号再取Exponential 就是我们的相对几率 所以 任何一个S状态 根据他的能量跟现金的温度 他应该会有一个相对几率出来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要得到 S这个状态出现的几率呢 会 跟这个 函数是有关的 所以Markov Chain的精神呢就是在这样做 好我们来看 首先呢我们 在 这四个字旋 如果我从一个 S1的状态就是这个状态 四个字旋全部都是 向上的都是正1 都是正1 我用白色代表正1黑色代表负1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正1 然后 我就 用一个乱数 这个乱数R呢 是介于0跟1之间的一个乱数 那这个乱数很简单 我只要把这个乱数 R 我把它乘上 4 再取Int 再取整数 那他这个一定是落在 0123这四个整数之间 对不对任何一个 所以我就能够 从0123当中任意取一个 字旋出来 比如说如果我选到第2个字旋 比如说这个字旋 我就要尝试把这个字旋原本是正1的改成负1 我看看这个新的状态 要不要成为 这个尝试的状态要成为我新的状态 就是说我从S1出发 我问 我先做一个尝试 我要问S3这个状态可不可以 现在我还没有 接受所以我加个新号 我问S3这个状态要不要被接受 如果要的话那么下一个状态就是S3 如果 我不要接受S3作为新的状态 那就是下一个状态仍然是S1 所以 这一步我们来做S3的状态的 尝试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当然就是要把S3的能量算出来 S3的能量我们刚刚已经从这里可以看见 他是正1 OK 你可以看见 他是 这边是正1 正1 这边负1 所以 正2 在减1就变正1 所以 我们要从这个状态往这个状态走 那 你可以看见 他就是 负3 对不对 原本是负3 现在是正1 所以 我的能量差呢就是正4 正1 正1减-3 变正4 所以我的要迁几率什么是要迁几率呢 就是相对的 几率相除 比如说 1 这个 对不起 我们先写 我们先写Delta1 Delta1 就是 S3的状态 的能量 减掉 S1的状态的能量 这个就是我要尝试的新的状态 两个相减之后我们刚起来就是4 所以 我的要迁的几率 就是 Exponential 负的 Delta1 除以T 我们一定定KB等于1了 定这个等于1 所以就做这个 那我说T如果是2的话这边是 这边我们刚刚讲是4 所以4 除以 2 所以 这个呢 会等于Exponential负的 4除以2 换就是Exponential负2 Exponential负2 你按一下计算机会得到 大约是0.1353 因为 这个值呢是2.7多 对不对 把它负2次方 大约就是 接近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0.13左右 九分之一 3的平方分之一 所以 大约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要用 0.1353的几率来接受 这个状态成为新的状态 所以 到底 要不要接受呢 我们就在0跟1之间取出一个新的乱数 R 又一个新的乱数 介于0跟1之间 如果第1个我叫R1 R1是 选 这4个当中其中一个 如果这叫R2的话 第2个乱数也是0跟1之间 他呢就来跟TR做比较 比如说如果我选出来R2是0.253 那我们 这个1的负2 是0.1353 所以 0.253大于1的负2 那表示说 我不接受这个新的状态 所以我要走这条路 我的下一个状态 还是原来的S1 如果我抽出来的 乱数是0.111 他小于1的负2 对不对 因为1的负2是0.1353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接受新的状态 是S3 所以 S3 star 就真的变成了S3了 就是下一个状态了 所以 我们就会得到 我的S1 会变成S3 否则他就会走刚刚那个 S1 仍然得到S1的这个选项 就像这个 那在下一步呢 比如说 如果还是S1 那我就在做第2次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能选到 这个尝试 第3个字旋 尝试改一下 改了之后 也是 刚好乱数 接受了他的要签的话 那第3个状态就会变S5 第5个被接受了 比如说S3 接受了以后 S3 被接受了以后 我再做一次尝试 比如说我也是选择这一个 我把这个一番 就变成 正 负负正 如果 这个状态也被接受了 那下一个就变S7 就变这个 以此类推 我可能会 有很多可能的序列 会在这个抽样的过程当中 一直往下走 走了100万次之后我总共产生了 100万个 S 这个围观状态 而其中的有很多会重复 比如说 能量比较低的 他的出现相对几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可能就会 重复出现 这样会使得他的分布呢 越来越接近于我们所要的 这样子的分布 对不对 能量低的 比如说 这个负4的 还有 这个 负2的 或者是 对不起 负3 负3 负1 1 还有 3 能量越高 机会就越小 他会按照这样的分布 分布出来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里头做一个 抽样出来的这100万个做一个平均 所以如果 我这样子一系列产生的 我从S改成C好了 比如C1 变成C2 每一次就产生一个新的状态 当然新的状态可能是前一个状态的延续 但不管怎么样 我一系列总共做了100万个 10的6次方 对不对 总共有这么多个 所以我就针对我所抽样出来的 这个 这个 这这些 状态呢 我把它 比如说我叫做 1 C I I 等于1 到100万 然后我再把它除以100万 这样子 我就得到了我的 能量的平均值 这个值 是跟我理论上想要做的值应该会 只要做的够多应该会往这个地方收链 只是他会有一个 arrowbar 会有一个 误差度 误差度的 这个 或者叫精确度呢 是跟我抽样的总数有关 如果你只有抽 比如说1万次 误差就比较大 100万次可能误差就比较小 所以跟你抽样的样本的总数有关 但总的来讲他是会向 这个值 精确的值来收链的 所以这个就是 蒙蒂卡罗的精神 我不打算做 10的 32次方的计算 而 取而代之的做 100万的计算 而100万 计算所得到的结果当然就是有误差 所以 我会用 这个容许的误差的范围内得到的值来做比较如果 他的误差 足够的小可以给我有意义的一些分析的话那么蒙蒂卡罗 就有他的长处了 比如说我们来做 能量的计算 也可以做磁化强度的计算 如果对 磁化强度做计算我当然就可以得到我们刚刚所要的一个 实验上的一个结果 就是 我们刚刚看见 如果 我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去改变不同的温度 温度在这里会产生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见 当温度 是2的时候 这个就变1的负2 如果 这个T如果是4的话 那就会变1的负1 1的负1的话这个就变2.7 多所以 他是3点多 0.3多 那么几率就大很多 所以要签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所以也就是 如果我的温度越高的话 T如果增加的话 那么我的要签几率也会跟着增加 对不对 所以 就会一直在改变我的围观状态 所以他会从 原本的这个 排整期的状态 在温度很高说他很快的就往 往高能量的状态跑他就要离开这个状态 因为他接受要签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是温度的效应 会在我模拟的过程当中展现出来 所以 温度如果很 低的时候相对的如果温度在很 低的状态的话 要签几率就会变得很小 所以他就不容易离开 我的原本的这个 大家都排整期的状态 大家都排整期的状态 他的 这个 磁举的平均值就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 磁化强度呢 他一刚开始在温度很低的时候他是 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值 对不对 但是如果温度很高的时候呢他就会 全部 有正有负都有所以就变成没有磁化强度了 因为你可以看见这边有很多的零 对不对 两正两负就是零了 对不对 所以他会在 很低温跟很高温两个不同的状态之间产生了要签 这个就是相变化 所以 在这个附近就是我们的相变温度 OK 所以 EASY MODEL如果 可以成功的预测有相变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 用这个Montecaro 用这个Markov chain的精神来模拟整个 计算的话 应该会给我看见这个磁化强度 有一个 变化 展现出他的 相变行为 那么真正来做这个计算的话 我们 除了 做 4乘4的金格 我们刚讲的是 一维的 我也可以做 做一个二维的金格 比如说同样是16个 我 一维只有4个 但是我 两维的话就变16个 那如果说我可以做更大的尺度 我们讲过 我们的收链的情况 仍然是根号 N分之一 所以 我的这个 总数呢 虽然增加很多 但是呢 我的这个 还是可以透过我的 Montecaro能够得到相同的 精确 收链的情况 所以 我 还是可以做更大的金格 那我可以比较 从小的金格到大的金格 因为我们 真正热力学的极限呢 是要让我的鞭长要趋近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无穷大当然就是我们 实际情况下 比如说是 我们真正 我的这个粒子数呢 大约是1mol 10的23次方 对不对 所以 大约呢 要往这个方向走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的金格 足够的大的话 我大概就可以看见 热力学极限下的性质 所以如果我们针对8×8做了Montecaro的计算的话 这是我们得到一个初步的 很粗糙的结果 我们所使用的 Montecaro的数目呢 小于100万 大概只有10万次的一个 求和 平均求和 得到的结果 你可以看见 其中这个 这条线是磁化强度 他果然 从这里掉下来 对不对 大概在 接近2的时候会掉下来 我们讲过 Onsaga已经对这个 模型已经做过一些 精确的计算 得到的结果大概在 2.2左右的温度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向变化 所以我们这个粗略的计算的结果就已经展现出 在这个地方向变化 那么我们也可以做 比热的计算 比热是能量的 平方的平均值 减掉平均值的平方 再出以 K T平方 这个是比热 所以比热是能量的一个 这个脏落起伏 Fructuration 所以 比热 做出来结果是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呢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就真的就是这个peak的位置呢 就是 差不多在2.2左右就是我们 这个 相变化 的位置 精确的相变化的位置 所以我们透过Monte Carlo 已经可以 初步的呢就已经得到了 我们 希望 看到的一些现象 果然 二维的EasyModel 可以预测 相变化存在 这个是 我们对Monte Carlo这个方法用在统计物理的一个简单的介绍